好来轻松一下来关心孙道纯的前妻 名媛孙芸芸的母亲何念慈 16号在巴厘岛跟洛杉矶的甜心富商举办婚礼 56岁的何念慈呢是没开二度 婚礼也是保密到家 只邀请了50名的贵宾 婚礼地点也是一改再改 在最后呢是选在悬崖边的高级别墅举行 新郎是花了上千万打造婚礼 名媛孙芸芸戴着太阳眼镜跟小姑六小桥 以及裸着背部在做日光浴的就是姐姐孙芸芸 共同出现在巴厘岛 为了就是参加生母何念慈 没开二度的结婚典礼 其实56岁的何念慈作风向来很低调 为了婚礼保密到家只邀请了50位宾客 而且婚礼地点一改再改 从第一天乌布山头的四季酒店 到第二天弩沙杜瓦有名的瑞吉酒店 第三天婚礼更选在可以面对印度洋海景悬崖边的高级饭店 淋漓尽致的安排 看得出来新郎田立行对何念慈的用情之声 何念慈是孙道存的前妻 也是名媛孙芸芸的亲生母亲 而Jeff田立行是洛杉矶的富商 在深圳拥有庞大的工厂 虽然这场世纪婚礼只邀请了50位宾客 但是宾客机票费用一个人就要10万元 住的四季酒店一碗也要2万块台币 两人更砸下20万元包场 享用顶级法国餐 一行人在巴厘岛玩透透 新郎砸下千万来办婚礼 看得出来何念慈的第二圈 多惊又浪漫